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出版了 中国大陆翻译的时候呢 改了一个名叫做白银资本 白银资本就是银子作为资本 这本书的这个原题叫rayorent 这个orent这个地方是指东方的意思 这个ray呢 在英语里面就是在 在 再来的那个在 他的这个意思 这个书基本上讲的是 以亚洲为中心的经济历史 政治经济史吧 过去叙述全球史呢 他都是以欧洲为中心 或者说以欧美为中心 或者说以西方为中心 根据西方的社会进步 社会发展 那么解释全世界其他地方的不同的国家 包括中国 日本 韩国 对吧 这个东南亚 南美洲 非洲都都包括 这是过去的叙述历史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个起点 立足点是西方 为什么一西方呢 第一西方重要 第二学者在西方 他最了解西方吧 你逼着哈佛大学的教授让他依中国的视角 从中国为中心去写 他很难 他得到中国留学好几十年 他也不一定敢下这个笔 这个人胆子比较大 这个人的名字大家都知道 大家叫Frank 叫Andre Gander Frank 这是一个德国裔的人 出生在德国 很小他的家庭就逃出来了 30年代出生 40年代就逃到欧洲 在瑞士待了一下 后来当然是要到美国 在美国读的一个名校 读完了大学之后 又去读博士 读博士那个地方是美国人比较厉害的 经济学 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派 他的导师是 就是赵紫阳接见的那个 Milton Freeman 也就是张武昌先生的老板 那个是个自由主义的大师 经济学派当中的自由主义这一支 那个人是个很厉害这个人物 那么他做他的学生 这个人从小年轻的时候 他是喜欢从其他地方 从这个殖民地 第三世界 亚洲那个地方去看 他最后的晚年的时候 终于形成这本书的思想 这本书思想就说 你得既然讲经济史 你得考虑谁的经济分量最大 现在美国的经济分量最大 他占到人类的四分之一 他人口没有人类四分之一 但是经济总量占到人类的四分之一 可是这个情况这是很晚才有的 你在大清的时候 我大清占到人类 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 再往明朝也差不多 还可能分量更重 这个就是说他认为 应该你要讲1500年左右的历史 就是1500往前推500年 公元1500年是现代历史的起点 现在西方大学里边高中里边 他们叙述人类的历史 哪是中世纪 中世纪就是500年之前往前推1000年 注意往前推500年 就是公元1500年那个时候 也就是刚刚发现美洲那个时候 作为现代化的一个起点 我们人类的全球的一切的经济 生活政治都要发生彻底的革命性的改变 就是公元1500年在这个地方切了一刀 美国尤其是都这样 然后这500年一来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深刻的变化 那么美国来讲 它最重要的就是这是一片处女地 有大量的资源和新的作物 注意有新的作物 能作物 养活人没有 但是劳动力没有 没有劳动力 怎么办呢 黑奴 黑奴很快也碰到了问题 美国要打内战 要解放奴隶 这个不符合人道 所以美国他有极大的压力 要通过科技创新 要搞工业革命 所谓工业革命就想办法搞 各种干活什么 不用人 少用人 用机器 用机器种地 用机器收割 机器做产品 所以说他这个 他这个在美洲地广人稀 没人干活 迫切需要工业化 这个动力在中原 在大清 康钱盛世是没有这个压力 所以他可以关起门来成一桶 他什么都有 英国派了个特使 到北京建了 建了是乾隆 是吧 说我们想跟你做生意 乾隆说你能提供啥呀 所以我跟你这个那个 乾隆说这东西是个好玩意儿 但是这个我老百姓他没用啊 我也不可能说让老百姓花钱买你 这个我们都有啊 我们天朝都有 对不起啊 就这样吧 我忙着呢 把人给辞了 所以在 在那个乾隆接见英国大使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清朝的社会里面啊 第一经济总量非常大 比现在美国占全球经济的负量还要大 注意啊 所以那个时候你叙述人类历史 你不从大清的这个视角呢 叙述确实有点不公平啊 明朝也是这样 那么你不从明朝的视角来叙述这个历史 以明朝为中心叙述历史 你不公平吧 你讲不清楚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他是极力主张 写了这本书就是论出这个问题啊 就是说从这个亚洲的视角来叙述 全球贸易 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 他就 当然这个作与中文把它翻成白银资本 就是因为这个他讲的是银子 基本上讲银子这个来来去去的啊 所以说我上一个视频提到 明朝灭亡的时候 社会上是有大量的银子的 当然有些个别人他不读书啊 或者他这是井底蛙 他读不到这种啊 这个英语的西方的最最前卫的一些学者的这些 呃思想的话呢 他听得很快 井底蛙快 你不懂历史 你不懂经济 你胡说 我这留言罢呀 我还得懒得搭理他 我给他提供了三四篇这个原始的文献 他要是真的对这个事感兴趣呢 他把这文献打印出来或者借出来或者买来看一看 看完之后他就给我跪下来磕三个小头 他就感谢我 我还不一定收他做学生啊 这开玩笑啊 就是这个书呢 我今天刚收到特别凑巧啊 没来着读 基本思想之道 中文国内的朋友可以找到这本书 有一本中文版出版叫白银资本 他副标题 他这个副标题写的烂七八糟的 不一定很对 但是这个书名就叫白银资本 可以进来看看 很重要啊 尤其是你想了解明朝 明朝是怎么样被清朝啊 这个接了这个盘 接了个大盘 捡了个大便宜 啊 清来自清朝来自北方的这些野蛮人 这满清 接了捡了个大便宜 因为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银子 这个银子和纸币不一样 银子就是银子 随时可以启用激活 作为资本啊 搞活经济 那就是这么出现的 这个地方我借机给大家提醒一个 基本知识上的一个小窍门啊 就是我们过去讲到美洲的发现 大航海发现 美洲对中国的影响 啊 就说来了很多作物 其实这个作物 对中原人民产生影响 这个是好几百年之后的事了 得到了清朝的 中 清清朝也接近三百年吧 得清朝的一半之后 那边的这个玉米啊 地瓜呀 这个土豆啊 这个啊 这些些茄子辣椒西红柿 这玩意儿 向日葵才开始有人种 种的也还不多 呃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这个农作物的推广啊 你到一个很古老的文明当中 你给他介绍一个新鲜的东西 特别好的东西 他闭管锁国啊 他这个固步自封啊 他这个狭隘的民族主义 他对于外来东西接受有个过程 你这有些狂热分子 要不是推销员 他有巨大的经济动力 去推销这个土豆啊 推销玉米 你种玉米 你种多了 我跟着赚钱 要有这么一个机制的话 这是资本主义的机制啊 他可以很快的推广开 或者说像毛泽东那样 一声令下 全省各个省各个县 各个乡都得给我种土豆 都得给我种胡椒 那也可以 可是问题是恰恰是在明清两个朝代 没有这样的机制 既没有这样的资本主义 赚钱刺激的机制 让老百姓心甘情味的种土豆地瓜 种这个南瓜 种玉米 没有 就是老百姓你自己你爱种就种 也有人说 可能传教士说一说 或者说有些有些这个人说一说 但是有一个 就是说这个新东西 哪怕是个真正好东西的 自然传播是漫长的 往往是要通过几十年几百年 而恰恰美都坐入船路中原 被汉族人彻底接受 走了将近三百年的历史 白银可比这个快多了 白银啊 美洲发现了银子 日本发现了银矿 几年之内就到了明朝了 明朝这个遍地都是银子 所以咱们过去在读中学教科书 读到明朝历史 他不讲这个东西 因为什么呢 怎么中国人就傻吧 中国人接受不了这样的思想 老的历史资料 这些东西没保存 或者是用一种变态的歪曲的 造假的方式记录的 就是抗卧 气急光抗卧 他从来不告诉你 那些卧空到底干了什么事 他当然说 卧空到了这个沿海抢劫 不是抢劫 是拿着银子买你的东西 所以说在这个明朝 朱元昌建立大明朝之后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朱元昌红武年间 他两件事让他很头疼 一个他发现一种紫币 那个紫币很快就被人伪造 贬值非常厉害 比人民币贬值还快 比国民党那个时候 抗战胜利之后 金元券比那个快 非常快 有人能造假 能印出这个 红武年间的紫币来 所以搞成那个玩意不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福建 浙江 广东 这三个沿海省市 走私现象极其严重 几乎是一个村 全民走私 就有点像赖长兴 赖长兴在他的家乡 因为走私成了优秀了 当然这个人也很好爽 大方 他跟郭文贵不一样 郭文贵是个铁公鸡 他不会说给村上的大爷 每人发红包 他会 人家赖长兴当年走私赚了钱 真的给乡亲们发红包 所以福建的乡亲们觉得赖长兴挺好 赖长兴这个人 这样的人就是明朝历史教科书上 咱们的教科书写明朝 是写的那个七级光抗卧 就是那个 就是绝大多数就是中国人 当然也和日本有关系 日本主要是那个时候发现了银矿 他需要从日本拿着银子 到大明朝这来买东西 大明朝又不跟他做生意 大明朝建国有建朝代 有一百多年 他是拒绝海外贸易的 他建国在哪一年 他是1368年称帝是吧 就算他一百年之后 1468年 1468年还是你海进 我记得是1567年 1567年 龙庆 那个朝代叫龙庆 龙庆年间 1567年 明朝的1567年龙庆年间 才正式宣布 开放海进 就是我们不搞海进了 改革开放了 为什么 因为大概是跟这个 沃寇打了一仗 打输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七级光也不在了 可能七级光 是不是七 你们帮我查一下 七级光是不是已经死了 所以这是个 明朝的历史 就是和这个走私贩 带着银子来到 到明朝买东西的这些商人 来自海上的商人 查禁他们 排斥他们 但是这个需求又止不住 因为你只要有利润 他就有人冒险来吧 这是冒险家的乐园 尤其是来自欧洲的 他们在美洲发现了银矿 他弄成银锭 做成这个金元宝之后 一船拉过来 他既然已经到了你东南沿海了 他不想再拉银子回去 他就把这银子花掉 他想不想买这个丝绸 买茶叶 买这个陶瓷什么 他在海上蹲着 就是在这个 好几个地方 在厦门外边 这个岛上 在今天的这个浙江的这个外海 有些岛 他们在这蹲着 然后沿海人民 就是那些沃寇 拉着货物去 到海上做交易 整个明朝长达一两百年中间 有大量的这个贸易 最后的 由于他的这个纸币 造假非常严重 贬值非常严重 明朝收上了税 用紫币收税 不管用了 所以被迫明朝接受了 用银子作为税收的一个 一个媒介 你可以给我银子就可以 你交税 给银子行 所以一下这个银子 成为明朝的官方货币 合法的 这一下极大的促进了明朝 和世界其他地方 主要是和欧洲和日本的这个 这个外贸 不得了 这个故事 这个完整的故事 咱们他妈的教科书里边 不写 我建议应该写上去 这是第一段 咱们讲现在是 也得从明朝开始算起 公元150里面 正好卡在明朝的中间 明朝的中间是经济极其繁荣 沿海地区的形成了一批 极其富裕的地主商人 资产阶级 也有吃高利贷的 什么都有 也有办公厂的 据说是专门种植 某一个东西 给外国种 种了种 当时的明朝人也吃不上 外国人人家开着船来 装船运走 给你银子 所以明朝已经就有 大规模的农业种植了 这个非常先进 所以咱们才能看到 明朝那些大量的文学作品 文学经典名著 留下来的 明朝是最多 那么后来由于政治的失败 政治的根本失败 导致崇祯帝 干了17年就完蛋了 现在习近平已经干了11年了 还有6年 就能比崇祯了 崇祯干了17年 最后上吊自杀 完蛋了 他的失败是政治失败 政治失败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是党派之争 虽然是我最近 不是经常感慨说 我几次拿出那本书 给你显摆 就是乔治华盛顿的告别 那本书 那本书 我希望国内有人把它翻译出来 认真学习一下 有很多政治经验 那第一个政治家 你别搞政治 政党政治 第二 欧洲他们打仗 他那个时候只知道欧洲 不知道有亚洲中国 不知道有大清 外国打仗不要管 和我们没关系 第三 政府运作不要借钱 不要搞赤字 不能够靠发国库卷 来运作这个政府 这三个教训 都被今天的美国政府彻底抛弃 反其道而行之 这个很感慨 咱这个地方不做任何价值判断 只叙述基本事实 在那里边 讲到不搞党派斗争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个感慨 一直没有好意思跟大家讲 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这个教训现在在全世界 绝大多数国家搞政治 搞民主政治 都是搞党派政治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台湾 对吧 好多党 好多国家都是有好多党 在互相竞争 互相的攻击 那么 中国未来 推翻了共产党 我们是不是非得搞党派斗争 我认为不一定 这个地方一定要开始 大家你听我的视频的人 一定要开始琢磨这个问题 研究这个问题 关注这个问题 真正跟大师交流 不是我不是说我是大师 真正找你身边那些大师 真正懂这个事 是有思考能力的探讨这些问题 要不要非得说搞政党政治 不一定啊 也现在也有很多国家 他不是政党政治 尤其是结合这个直接民主 直接投票 用计算机 直接捅捅出来 比如我们今天 这个李克强总理突然死亡 那么人民呢 想知道真相 那么习近平现在是想尽快的 这毁尸灭迹 把这个尸体给他烧了 听说尽快要给他烧掉 烧了之后不许调查 现在新华社有个老记者 富南大学新闻系的 也是个 七七级七八级的 这个在新华社干了一辈子退休的 一个姓顾还是姓什么的 一个老记者 发了公开信啊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 要求习近平 不要急着火化 要做解剖 要做事件 要调查清楚 李克强到底怎么 怎么死的 提了好多问题 一口气提了十几个问题 已经给习近平主席发过去了 习近平当然不会打理他了 习近平所有的政策 所有的这些命令 包括不许人民去悼念他 不许在公开场合去悼念他 那你让他的老家合肥 还有人送花 现在暂时还没有打击他们 这很快 警察已经布置到位了 很快就要把那个花给他收走 再去送花 抓你 很快就会这么来了 你像北京 著名的北京大学 是李克强先生的母校 北京大学上说 应该设个灵堂 请这个朋友 属于他人 在那该吊桑就得吊桑 对吧 吊宴 这是很正常的 第一个是人质场景 第二个也就是应该的 他就是我们北大出去的 为什么不可以调眼他 但是不敢 绝对控制的 为什么 怕得罪习近平 他知道习近平不愿意你们辽宁省 给李克强 宋华全 宋贤化 不可以 辽宁人民最乖了 辽宁人民跟北大的情商是一样的 他们非常懂情商最高 一下就猜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小心思 坚决不得罪习近平 你李克强已经死了 你死了就死了吧 好不没关系了 我们不怕得罪你李克强 我们怕得罪习近平 这是北京大学 全体师生的一个心态 而且达成了共识 跟辽宁人民 这个李克强 辽宁人民为他们服务过 辽宁人民没有人给他送花 现在能送花 就是一个是河南人民 郑州人民还比较单纯比较淳朴 感谢 这个 李总理 李总理当然是河南人民的女婿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家乡 在合肥 在这个 定远县 这是他出生的地方 生长 长大的地方 是家乡人民觉得李总理两袖清风 是一个政变人物 是一个清官 将来在历史上 这个李总理是会给我们家乡 这个曾光 我们一出了 我们一安徽这个 这个风水宝地 出了李克强这个人 我们全体安徽人民 感到骄傲 这是一个真实的 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心态 不需要任何人挑拨 不是海外民运人士给他们宣传的 也不是法轮功给他们鼓吹的 不是啊 完全是最朴实的 发自 发自这个内心的 一种心灵的感应 觉得这么做是对的 就这么做了 说到这儿啊 今天大家都在议论的是 这个 就是李克强先生的遗孀啊 陈教授出来了 照片放出来了 特别悲伤 特别悲伤 我都不好意思给大家放给大家看了 你们在其他平台上 或者在我们留言区里边 或者在我们的电报群里边 就应该能看到那些照片 哎呀 在北京的那个家里 啊 一个非常简易的一个灵堂 在那拜一拜 啊 这个还是有的 还没有 暂时还没有给他 把他们家给他 给他禁闭起来 呃 我在这儿借机 说一说这个 什么叫吊丧 吊丧 吊孝是一个意思啊 呃 吊孝可能是指这个亲戚 有血亲 内气 啊 内亲外亲啊 那么吊丧呢 可能就是一般的朋友啊 师生啊 啊 这个相亲啊 熟人啊 啊 这个叫吊丧 呃 他的本质的含义是一样的 就是活人去祭奠 去去用一个固定的仪式 去祭奠刚刚逝去的人 啊 这个意识也是 我小的时候就会啊 都都都都懂啊 一般人讲叫灵堂 比如说设的这个地方 呃 他的 直系近亲 往往是儿子 往往是儿子 孙子啊 直系 在旁边陪着 那么外面的人来了 亲戚也好 朋友也好 啊 这个亲朋故就来啊 调的时候呢 该磕头磕头 该鞠躬鞠躬 这个自己的人 这个儿子要陪着 做 一块做这个动作 做完之后呢 这个来宾 还得跟他的儿子 互相对拜 就是表示感谢 呃 那么一般呢 一般呢 是还得 交点分子钱 那这个就 我不是 我小的时候也就一两块钱 我记得 钱不多 但是是得交点钱 呃 寄个账 旁边有人寄账 专门寄账 然后安排 这个 这个 录作 录席 要吃一个 吃一个席 红白喜事啊 红事是结婚 婚宴 那个 那个白事呢 叫葬礼 这个吃的还不错 我小的时候 你想 那个时候生活贫困啊 能有这么个机会 去吊个丧 吃一顿 哎呀 那是改善生活的一个机会吗 另外 另外最主要的 他这个吊丧吊效的 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是什么 你知道吗 他其实是一个社交 是一个 让你 年过去的 这都是亲戚嘛 来 能够来出席追悼会的 来吊丧的吊效 都是至亲 亲朋好友 可能因为居住的太远 疏忽了 走动不多了 都忘了 亲情不在了 还有一些可能是 走动的比较近 比较勤 但是呢 发生过经济纠纷 那就是金钱交易 伤害到了这个亲戚 那么可能都不走动了 甚至都有怨恨 那么人死的时候呢 借这个吊丧 追悼会 吊丧吊效的机会 大家重新聚一聚 看在死人的面 大家在死人面前 还是特别亲的 这种社交功能 是不可替代的 所以我 我认识我的朋友 我经常给他们念叨 说假如说 好 他们 说你今天接到两个请柬 一个是让你参加 丧礼 一个是婚礼 你去哪一个 我小的时候 我年轻的 我肯定去婚礼 婚礼可以看看新媳妇 长的什么样 看看新人般配不般配 比较热闹 也好吃 可以打打闹闹 等我到了某一个岁数之后 忘了具体多少岁了 刚才人到中年之后 我突然就一声 还是参加追悼会 参加葬礼 参加丧礼 调丧 调校 这个收获大 那种人都很真诚 你在丧礼上碰到的熟人 朋友特别真诚 为什么 这是他的灵魂 刚刚接受过拷问 所以说能够有机会 参加追悼会的话 不要错过 一定要去 所以说这个 这个调丧的社会功能 它实际上是为活人服务的 而且服务效果非常好 所以你记住 你记住了这个常识之后 你再看看各大平台 各大大嘴在这讲 人民在这 悼念李克强 是为了怀念自己 逝去的十年的经济发展机会 这不是个屁话吗 这这么绕大个弯 可不是吧 一想想李克强 这么个悲惨的命运 68岁就莫名其妙的 被人家做死了 那么我们自己呢 我们自己过去十年当中 我们的财富是增加了 还是我们的收入在减少 对吧 这个自己 自己一摸 自己都有一本账 那这个你想 那不是悲从中来吗 那很多人是这样的 李克强总理亲口说 我们中国人有6亿人口 每个月的收入 每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1000块钱 这话说完之后 全世界受到了震惊 我今天根据他说的那个 同样的口气 我告诉你另外一个数字 也一下让你非常清醒的认识到 中国经济到底是什么现状 我告诉你 在中国有95%的人 在中国有95%的人 一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5000块钱 人民币啊 或者说换一个话说 在中国 他一个月的收入超过5000块的人 总共加起来只有5% 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些 这个聊天平台 社交平台 匿名的平台 在那吹牛逼 说你一个月 我一个月挣3万 有时候我一个月挣10万 我告诉你 大概率的就是吹牛逼 因为在中国95%的人 一个月的收入 也就是5000块钱 甚至以下 这意味着什么 你想想人民币啊 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 说一个月我收入超过5000 这样的人有没有 当然有了 在中国不超过总人口的5% 当然这句话李克强没说啊 他说也好不说也好 这句话是中国的统计事实 当然你可以说 这个统计数字不靠谱 那我也承认 我也没办法跟你 我没办法证明 这个数字绝对靠谱啊 这也是相当权威的机构发布的 那也是专家 解读出来的 只不过他不会印在人民日报上 央视也不会告诉你 他不用这个方式告诉你 行 程鸿教授的这个照片呢 哎呀 这照片太多了 我这 你们得想办法 你们得想办法去那个什么呀 这个是李克强家里的这个简单的一个大设的一个灵堂 在他的家里边 因为习近平已经命令公开场合 不让不让祭奠 否则的话 北大应该设一个灵堂啊 让北大的师生 他的亲朋故旧 现身给大家讲一讲克强的故事 这不是 这不是最起码最基本的人伦之间的这个 最基本的道德和礼报吧 上海的这个万圣节啊 这个稀奇古怪的这个照片啊 这个化妆啊 特别多 比美国还有创意 哈哈 你们看今天咱们的封面 但是有一些特别火的呢 嗯 也被警察抓了很多 上海年轻人 这些走在最前面的年轻人啊 这个打扳出来的一些什么 呃 符合不符合美国的万圣节的这个 这个服装 符合比美国的好 因为中国加了很多政治恐怖的内容 包括上海那些大白啊 给你测核酸呢 哇靠啊 这个还有一些这个装成那个城管啊 吓唬人那种啊 都是呃吴才尼专政的恐惧 工具啊 就是你让你在中国生活 就是生活当中碰到那些来自政府 来自政权的那个恐惧的东西 哎 上海的年轻人给他作为道具 把他 把他哎 做出来 穿在身上走上大街 啊 中国就抓了 这在美国会不会 美国不会抓 美国这个万圣节这一天呢 他的 小孩年轻人追求的那个意境 就说我就是故意用那个吓唬你的服装 来吓唬你 我也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在我们在好好的 或者你登登登登敲门啊 你打开门一看 咔把你吓死 哎呀 这就是他最佳的效果啊 就是要 能把你吓住啊 能吓住你 这就算成功了 啊 不会因为你这个特别吓人啊 你这个啊 找你的毛病啊 没有没有 没有 他就追这个效果 然后你受吓了 小孩那个 一个框来了 你给东西吧 给礼物吧 一般是给糖 糖也有很多种规格啊 有的很贵啊 哎 你反正你反正你你得准备糖 啊 但是今年特别乖 今年我住的这个地方啊 非常安静 我这条街我走了一下 看了一下 我这一条街也有二三十户啊 这一这这个只有一户 门前啊 窗户前面装装了 做了这个呃 往年的这种啊 做了这个各种各的电灯啊 这个啊 灯光啊 那个一个人穿这个骷髅穿的什么 挺吓唬人 那个啊 那他有其他家都没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按说我这个地方有有小孩啊 啊 有小孩 但是不知道小孩跑哪去了 啊 没有人来要糖 这个万圣节就是吓唬你 嗯 让让你平时特别啊 感到害怕的东西 让你亲眼看到 你你受下了 你给糖 嗯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啊 海外华侨可以发起一个运动 我们华人呢 给他改了 改成不给糖 因为糖这个东西也不是健康食品 给什么 给红包 红包拿来 哈哈 里面放10块钱20块钱100块钱 那就你个人心意吧 来小孩咔红包 哎 只要中国人一开始做 在万圣节这天给小孩来闹鬼 那个小孩给红包 他我跟你讲 不出十年 全美国人民都会兴起来 不给不给糖了 糖是本身小孩吃了还换牙 没什么好东西啊 如果你糖尿病的话 你对吧 这个这个都不好 直接给红包 啊 那那多省事啊 你说 来了不少人啊 我今天讲的这个白银资本 或者说明朝的这个白银经济 这个是个学术问题啊 很严肃啊 国内的学生界讲的人还不多 慢慢的越来越多 这方面的文献 其实在过去 啊 在英文里我查了一下 过去四五十年中间吧 也是从美国从七十年代开始 有很多学生开始研究这个东西 像这个人 他也是在美国名校读的博士 啊 据说他那个老板 对博士咔的很严 啊 这个 所以他这个这个书值得一读啊 啊 呃 就说这个白银经济的重要性 就是我们明朝实际上是杰族先登 啊 明朝是他同时在公元15世纪 16世纪 17世纪 这300年 是 占尽了先机 把发现美洲 找到银矿 炼出来的那些银 吸收了一大半到了明朝 流散在明朝的民间 在商人啊 在农民啊 在地主啊 在这个也有一些官僚 他肯定有吧 很多人家里有银子 啊 这个银子没有随着明朝这个政权的灭亡而灭亡 银子还是银子 那可能被李自成偷了一些 抢了一些 张献忠也抢了一些 不是江湖有传说 说张献忠逃跑的过程中 啊 他不是在一个河里边就扔了很多金银财宝吧 有有这个事 有啊 后来都给找到了 那么就说这个银子是发现美洲 啊 啊 流到明朝 第一波 大概几十年之内就喀喀到了明朝啊 啊 制造了明朝的经济的额外的繁荣 注意是额外的繁荣 就是史上没有过的重大繁荣 这也为这也就能解释为说明朝出了一大批闲人 一些能够欣赏艺术的人 啊 能够逛个妓院的人 能够写本小说 那小说都是跨时代的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像这个金平梅啊 那像水虎传啊 像三国演义啊 啊 像西游记这都是明朝成书啊 哪来的这么大的 啊 这个这个动力 这个社会都有需求啊 这个研究的人不多 啊 这个社会有财富 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啊 至于说后来导致他灭亡 明朝灭亡的时候呢 啊 这个地方出了一点小小的挫折 还我还没有完全研究清楚啊 就是在明朝灭亡之前的20年 万历年间的时候呢 大概欧洲有些王室 啊 是西班牙葡萄牙不知道啊 有些王室就下了命令 不许把银子送往大明 不许送往东方 有这样的命令 啊 关于这个命令的 对于明朝的财政的影响 这个就发生了争执了 有的学者认为 很有影响 有的学者认为没有影响啊 因为很多也是非法的走私吧 啊 他影响不了啊 这个就是应付应付皇帝而已啊 这个啊 这个还得看看 看不同的学者写的论文啊 这个这不一样啊 我今天从这个上海年轻人学这个 万圣节这个道具学的很像 就让我想到了 那首诗 请不要在我的坟前哭泣啊 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 昨天那首诗啊 啊 日本人把它翻译成 化作千语啊 千语啊 a thousand 化作千锋啊 不是不是千语 化作千锋啊 a thousand ones 啊 一千个风 吹在你的脸上 那就是你死去的亲人啊 有这么一个意境啊 这个化作千锋呢 那是台湾人 从日本给硬翻过来的 他也不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 这个风还有千锋啊 你搜一搜 有这个用法吗 一千个风 一万个风 十个风 一个风 两个风 有吗 没这个用法 但是呢 这个意境挺好 啊 那日本人 啊 日本这个翻译啊 他也是从英语翻译过去的 英语当中有 确实有一个 a thousand ones 这个a thousand ones 严格按照英语 他也不是符合英语的表达习惯 也是一个病句啊 但是美国人民啊 英国人民他接受了 就这 错就错吧 反正我能理解这个意思 这就有点像台湾不是有一首歌吗 叫千首 啊 你们你们知道台湾有首歌吧 姓李的写的 李子恒写的一首歌叫千首 呃 纳英唱的不错 当然唱的最好是苏睿 苏睿一下把这个歌给唱上了天花板 啊 唱的特别好听啊 啊 千首 那个千首里面的用词是错的 那就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吧 啊 什么我苦过了你的苦 啊 我路过了你的路 啊 这这不对 这个 但是他表达出来的感情特别细腻 特别真实 啊 就是两个男女朋友交往了很久了 什么都干过了 说咱们结婚吧 或者订个婚吧 交换了戒指之后 哎呦 一方这个心里啊 翻了 打这个小九九啊 哎呦 你说的诺言从来不可信的 我能信你吗 你真会跟我一块过吗 你跟我过我的后半生也没法享福啊 还得该受累 还得受累啊 就是这些脑袋这种这些意识流吧 讲的就是哎 其中有一些表达方法是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 那他把名词当动词来用 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吧 哎 但是因为他找对了人了 苏锐唱的特别好啊 他就完全接受了 人民群众在苏锐的歌声面前 对于汉语语法错误能接受 可是后来没想到啊 后来这个出来一个四川女人 啊 这个四川女人又唱了一遍牵手 把苏锐给盖了 黄岐山是吧 黄妈 黄岐山唱的那个牵手 你听完之后 你再回去听苏锐唱的 那个苏锐那个就不行了 平淡无味 那个根本不足 所以这个艺术啊 同样是一首歌 完全看有谁来唱 那这个英文的这首啊 这首诗啊 我们说他这首诗啊 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 这首诗呢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 没有人给他谱成曲 这我不知道为什么 没有人谱 所以进入大概是2000年吧 快到2000年的时候 所以他1934年 或者1932年创作的 进入2000多年 进入2000年的时候 日本人才给他谱了曲 把他翻译成日文 曲的这个标题呢 用的是第三行 第三行那个就是那个 画作千锋吧 一千个锋 这是第三 注意这首诗英文当中只有12句 12句当中我数了一下 大概有九句讲的是 I am 我是 这我是 我读这个英语诗的感觉呢 就让我特别强烈的感觉到 那个就是谷建峰写的那首 这谷建峰给朱丰博写过一首诗 那就是我 那首歌是个很老了 那歌是1982年写的 1982年 我那时候正好在南京上大学 亲自看过舞台上的朱丰博唱那首歌 我已经忘了是在什么 可能是朱丰博到我们南京大学的 李唐利来唱 我在李唐利看 这现场 印象特别深刻 朱丰博唱的当然很好 那里边 那里边就是那个 那就是我 那就用了不止八次 不止九次 十几次 反过来掉去 那就是我 看到一个什么什么 那就是我 你听到一个什么什么 那就是我 这个表达方式有点雷同 有点可能是 那个作词的那个人 可能是就是借鉴了这首英语的诗 当然那个时候 1982年的时候 日本的艺术家 还没有把它翻成日文 应该日本还没有这个东西 古建峰是我们山东人 山东维方 还是山东 山东维海 在日本的华侨 从日本归国的 他这个音乐天赋 应该是在日本学的 那就比较地道 确实比较好 朱丰博也是我们山东人 他是文革末期 就是拍这个 这个白猫女的时候 白猫女不是也有唱段吧 悲风那个吹 就是他唱的 朱丰博是成名比较早 改革开放之后 他红过一两年 在这也好像只限于 长江流域 南京啊 上海啊 浙江啊 估计这一代流域 后来这个人就 这个人就不怎么唱了 改为他先生唱 他先生经常出头路边 他先生唱的也很好 朱丰博先唱这个 那就是我 这个表达方法 也是特别的亲切 就特别真挚 那个呢 那就是我表达的是活人 比如说这个儿子 儿子在广东打工 他老娘在山东农村 儿子可能舍不得打个电话 突然有一次攒了一大笔钱 给他老娘打了个电话 跟他老娘撂了个磕啊 跟他老娘说 你看到什么了吗 老娘说你想什么了吗 他儿子就说老娘啊 你想我 他说你看你抬头看看啊 上面有一片云彩 那就是我 我想你了啊 就是母子之间活人之间 由于距离的限制啊 表达的那种炽热的感情 那就是我是这个哥 但是这个请不要在我的坟头哭泣 这个不是 这个是表现的死人和活人之间的这种交流 这个他当然是用这个死人 这个鬼魂的这个视角 以他的口气来跟这个活人说话 这个活人来祭奠他 活人只能到坟前去祭奠他呀 给他烧个纸在那哭扶着他的墓碑哭一哭 这个鬼呢 有点不耐烦 鬼说 你哭我 那不是为了我 你麻烦我 我忙得很 我还得接待你 你能不能快点啊 少来麻烦我 你碰到什么事 说说看 想我了 看不见我就在你那儿吗 你抬头看看 你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 你开车路上 你你抬头看 那那一只鸟在那盘旋的空中 那就是我 啊 你晚上回到家黑咕隆咚的 你抽带烟到这个夜空当中 你看你抬头一看 天上的星星闪的光 那就是我 我没走 我关键是我不在那儿 我告诉你 你到我的坟前去看我 我不在那儿 我也没睡觉 我在工作 当你看到 当你感到那个风 呼呼呼呼 这个吹到你的声 那一千个风就是我 有这么一个表达方法 A thousand wines 我最近啊 这个这个这个 想到这儿不是说到英语当中 它有一个版权的纠纷吧 就是一个是我们住在我们家这儿 马里兰州最大的海港城市巴尔蒂摩一个家庭主妇啊 叫玛丽玛丽丽莎白 这个作者是说啊 他说他这是我写的呀 我我当时我1932年写的 我当时也没有找一个正规子 我就找了一个shopping bag 就是啊到商店采购的时候 那个牛皮籽袋子上 我随时就写在那上边了 没有标题 没起标题 我就写那了 啊 然后呢 我也没发表 啊 我是写给我 住在我家的一个房客 我一个朋友 啊 他是从德国来 他犹太人 他在他老娘受迫害 他老娘死在德国之后呢 他感叹 他说他也回不了德国 不能给他老娘 坟钱进个校 去坟钱烧个子 去哭一哭 那我就根据说 他到他老娘坟钱去 哭一哭这个 这句话 一下触动了我的感觉 我就把它记下来了 啊 顺手写下来了 注意啊 这是他的说法 啊 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啊 就是我昨天说的啊 就是有另外一个女士 在西海岸那边 啊 在这个堪萨斯嘛 一开始 他说这个 那个人是个 那个人 上过大学 堪萨斯州立大学毕业 学的是新闻 然后他平时就是个师哥爱 爱好者 经常写是给全国的诗歌杂志投稿 1934年曾经发表过他的这首诗歌 他还起了个标题 这个标题就叫不朽 永垂不朽 immortality 是这个 这是标题 发表的 1934年发表的 而且讲得很清楚 署名是他 他居住的城市都有 啊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 那么怎么解释这两个说法呢 他这个1934年这个用词 跟这个 1932年 我们巴尔蒂摩这边这个人的这个用词略为不一样 比如说第一句 啊 这个一后来用在标题里面 不要在我的坟前 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 啊 那个大学毕业生 在西海啊 后来在就你三工作的这个媒体工作人员 这个师哥爱好者经常投稿的这个人 三四年发表 师座的这个人用的是 Don't stand by my grave 就是说他是个stand by 这个用法和这个1932年号称 说1932年我自己写下来 他不是stand by 他是stand at Don'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eep 一个stand by 一个stand at 我请大家 学过英语的同学判断一下 一个是一个家庭主妇 我们假设他没有读过大学 也没有任何其他的诗作 他一辈子就写了这么一首诗 另外一个是一个大学毕业 学过新闻的 后来还在新闻单位工作 是一个师哥爱好者 经常给师哥杂志投稿 那么1934年发表了这首诗 你觉得 你觉得谁用的更符合 他的身份啊 这个就是考一考你的英语 对于这个stand by和stand at的这个用法 这点微妙的差别 和这个使用者的文化程度 我认为 我认为 我相信这是一个硬伤啊 我先别说 我先别不给答案了 你们自己学英语的同学在这弄 在这自己查查查这个书啊 这是一个硬伤 第二个硬伤就是在第三句上 一千个疯 a thousand wines wines是附数啊 一千个疯 这个一千个疯有问题 这个一千个疯 按说不应该是一个大学毕业 学新闻的人的用法 为什么 他不能这么用 你如果是大学毕业 你在大学学的新闻 你后来在新闻单位工作 你写出来的诗句 第三句 你写不出来 为什么 你知道这是错的吧 不能这么写吧 对吧 那假如说你是个没有文化不太高 只是个中学毕业 自己喜欢 喜欢业余爱好写个诗 不太露门 包括写春夏秋冬的时候 把夏天都给忘了 没写上夏天 写了春天 写了秋天 写了冬天 就是没写夏天 你这个就不合咱们中国人的思维规律 对吧 这就是业余写手 业余写手喜欢这么干 表达出来没问题 虽然有语法错误 就像李子恒写的牵手那首歌一样 他的歌词是语法有错误的 没关系 没关系 你能懂就行 我也不求发表 1932年 我们马里兰巴尔蒂摩这个作者 他认为 他说我写错了 我没发表 后来这个事不是成了纠纷之后 他也想找一个媒体大V 来给他验证一下 在美国媒体上有一个 有一个专栏作家叫Dear Abby Dear Abby Abby是个女孩的名字 他这个专栏的名字就叫Dear Abby 专门回答生活当中的各种刁钻的问题 就是我这个风格尖锐问题 你有什么尖锐问题回答不了 男青年首音好不好 我跟我男朋友做爱的时候 主动好不好 就问这种特别尖锐 甚至涉及到一些不太好意思 这种问题 你给他投稿 他给你回答 等他这东西写出来之后 是有他的特色的 是非常好 好到成为一个畅销栏目 所以全美国甚至全世界的英语媒体 都花钱订他这个栏目 发行量大增 他是写这个专栏的 叫Dear Abby 有各种 他后来因为太多 就出了很多书 我都有收集他的这个书 核定本 这个Dear Abby的创作团队 是两个女的 特别能干了 接到这个 巴尔迪摩这个作者的请求 说你能不能就这首诗的 这个原作者和剽窃问题 您来给我们做一个独立调查 您 这个问题我们都提供你证据 你自己判断你调查 我们听你的 是巴尔迪摩这个人 自己宣布 我说请他做了调查之后 Dear Abby的这个专栏的专业人员 那文字大师 那当然很懂这个东西 他的眼光是肯定是 你想混弄他不容易 据这个巴尔迪摩的作者宣称 他说Dear Abby的人 调查过了 验证过了 说是我们写的 我们1930年写的 我们说的是对的 他这个故事是这样的 就说 人家就问他 你写了 你说你写的 你证据呢 你写的 没有 这个当然这么多年 给我找个证据 就问那是你用什么方式发表 他说我没发表 但你没发表 你怎么能说是你写的 他说我传播了 他说我自己印了很多明信片 我写在那个明信片上 我到处寄 我寄给我的朋友 我的有些朋友看 收到明信片之后 看到这首诗以后 很受感动 特别欣赏 他们也抄 也用 1930年代 40年代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90年代 我是1990年代 到了美国 我一到美国 一到纽约 到这个武达道 42阶段的逛的时候 那东西很好 琳琅满波 有的很贵 买不起 那最便宜的 我去一趟不容易 我总归买个东西买纪念什么 明信片 美国 纽约 武达道 42阶 那个交道口 各种商店里 那个旅游 纪念品 他那做的明信片 是最漂亮的 都是纽约的美景 所以在90年代 还是有明信片的 现在你们到旅游景点 我估计没有明信片 这个产品了 但是在更早 你往前推 80年代 70年代 60年代 50年代 40年代 30年代 那就是明信片 是一个很大宗的一个商品 这个巴尔蒂摩 这个家庭主妇 他说 这个玛丽 他说 我是通过明信片传播开的 我这个明信片 写上我这个 这首诗 扩散很广 这个故事 后来 Dear Abby的专业人员调查 据说是 这个调查结果 又是两个说法的 这个 玛丽这方面 他自己宣布了 他说 Dear Abby的调查了 认可了我的说法 我是第一个 我是真正的作者 别人都是抄袭 别人数他的名 都是抄袭剽窃 他宣布了 但是也有人 去找Dear Abby的人 就问他 说你 你们的结论是什么 Dear Abby是闭口不谈的 Dear Abby是确实做过调查 但是Dear Abby自己 没有对这个事情 发表一个官方的 正式的说法 所以这个地方 还是没有结论 我的判断 就是这个Dear Abby 可能调查下来发现 还是吃不准 他是慎重其将 因为这个 人家这个专栏 他是名气很大的 很赚钱 那个专栏 那是他的结论 不能随便给你的 你除非有充足的证据 他如实报告 如果这个不充足 就像我们今天说 李克强是被谋杀的 你要做一个特别权威 特别爱惜自己品牌的 这种像我们这样的频道 我们不能把话说得很死 因为你要负责任 你要经得住时间的检验 你贸然说出口 一转眼 能够搏刀你的证据 冒出了之后 你就砸牌子了吧 所以这个Dear Abby没有说 我靠 查下来我发现 Dear Abby太谨慎了 我基本上可以有99%的把握判断 可能还真就是那个巴尔蒂摩 那个玛丽伊丽莎白 Fryer这个女人写的 这个女人就是个业余写手 就表现在两个硬伤 一个 他第一句用的这个就不太规范 就说不要站在我的 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 Don't stand at 他用的是at Don't stand at my grave and whip Whip我是在那 哭不出声来的哭 这个叫气 这个很有讲究 Whip就是尽量压抑住声音 但是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 这是这个诗的第一句 用的是stand at 这个用法确实符合一个文化程度不高 的一个家庭祖父 业余文学爱好者的使用习惯 那么1934年发表的那一篇 Kansas州立大学新闻系毕业生 新闻工作人员 诗歌爱好者 经常投稿的人 1934年 这首是用他的名义 他的署名 发表出来的那个人 这句话 第一句他给改了 他用的是 Don't stand by my grave and whip 他把那个at改成by了 这一改 文化水平一下就表现出来了 这一改就很像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文化程度 这个你英语已经得体会 有些句子 它一个什么文化程度 用什么习惯 这个是能判断的 这个就是你看我学了英语 三四十年四五十年 我就有这个灵感 有这个触觉 我觉得如果他是新闻系毕业 大学毕业 而且从事媒体从业人员 他用这个Don't stand by 别陪伴在我的 这个stand by就不仅仅是站在我的坟前了 而是陪在我的坟前不走 越哭越伤心 想起伤心事来了 想起自己自从这个亲人走了之后 哎呀那个烦恼啊 就是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 来到这个坟前 在这又哭又闹 又头碰墓碑又烧纸 又撒酒 哎呀这是就是不走了 该走的时候已经折腾了好几个小时了 走了吧 不走 再待一会儿 再哭一会儿 这个用这个stand by就对了 知道吗 这个stand by和stand at 他的这个略微的区别就是这样 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stand by是投入了大量的感情 就在这个坟前在这折腾上 搞了这个里边的这个住户都烦了 然后直接命令他啊 用的这个口气非常不客气啊 Don't stand at 或者Don't stand by 一点不客气 我翻成中文的时候呢 我强调按照咱们中国文明人文化人用词习惯加了一个请 请不要站在我的坟前哭泣 或者说别在我的坟头哭了 请不要在我的坟头哭 这个加一个请字比较符合咱们的用语习惯 这是第一个硬伤 能看出来使用stand by的人文化水平高一点 使用stand at的人就是个普通老百姓 就是个家庭主妇大妈 业余文学爱好者 他不那么考究 这是第一句 第三句就是另外一个硬伤 就是那个1000个封 这个1000个封用的是神来之笔 稍微有点语法常识 能知道他用的是不对 就像你听那个牵手 我哭过你的哭 这个路过你的路 悲伤过你的悲伤 我悲伤了你的悲伤 你说这个悲伤 他能当动词用吗 悲伤从来不能够当动词用 他就是这个李子鹏就这么用 让苏锐一唱 让那英一唱 让黄网一唱还特别特别好 没有理解障碍 大家都能接受 这首诗歌的第三句 就是这个问题 这是语法不对 但是能接受 你要想给他改 改不了 没法改 我也在琢磨着 我要不用这个1000个封 那我怎么表达呢 没法表达 真的没法表达 所以说这个读者也接受了 读者就不在乎这个语法错误 这还只是一个诗歌 如果有人谱了曲 请一流的歌手给他唱出来之后 那这根本就没问题 完全形成一个新的用法 而今天经过日本作曲家 给他谱了曲 日本唱 红起了一阵 后来你猜怎么着 韩国人也是哈日的 韩国一个艺术家 根据日本的这个歌词 和曲调 从日语又翻成了韩文 又加了内容 哎呀我的天 在韩国一下就火起来了 这个歌曲可能是触动了 人们的某种宗教情怀 因为韩国有很多基督教 很多人我发现用各种形式唱 也有伴奏的 也有弹钢琴的 也有拉小提琴的 这个都很好啊 韩国的艺术天分 在这首歌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就是韩语唱红 比日语唱的红 还要红 这就是韩国人他有五千万人口啊 他就是厉害 那么这个东西呢 他不可避免的传到了 我们中华民国台湾 台湾也有人传 也有人把它从日语翻成中文 那个就不行了 就是台湾 我也看了台大什么 这个歌剧团 这个歌舞团唱的 这个不行 拿不出手 台湾的这个搞出来了 这个中文版本 拿不出手 中文不通 既不合择押韵 也对于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 就是一个中学生的作品 没有艺术天分 所以台湾这个 在台湾这个歌没有 在很小的范围里有穿 知道 没有人唱 因为这个中文歌词 不行 所以我极希望于我的读者当中 谁语文水平高的 重新整合一下 整一个好一点的 歌词出来 最好自己重新谱一个新的曲 把它唱红 谁唱红 谁吃一辈子 我告诉你 这个不得了 咱们接着再说韩国 那个韩语唱红了之后不得了 有人又从韩语的歌词 又翻回英文 翻成英文 英文就和原来的美国 这个英文就不一样了 有加加减减 结果新西兰有一个美女歌手 长得特漂亮 重新配了乐 配乐有我新依旧配乐 上来来一个爱尔兰的风笛 绝了 那比日本配乐还要好 达到了国际水平 一下唱红了 当然主要是 我想唱红主要是第一 他的配乐比日语版和韩语版 要上了一个台阶 主要是女演员特别漂亮 我一看就爱上了 赶快搜我一搜 这个女子已经35岁了 结婚了 我没戏了 他唱的很好 但是听不懂 新西兰的英语 他唱的 没有咱们中国人唱歌 讲究这个很清脆 发音清脆 他这个不行 他也没有人叫斯兰迪安那种 特别那个什么 他唱的也还行 因为我已经熟悉这个歌词了吧 我也慢慢的能听懂 也还是挺欣赏的 主要长得漂亮 配乐 配气很好 画面也很好 就是很好 这个女子是相当成功的 已经走向世界了 新西兰那么一个小地方 用英语又把这个歌重新唱红 所以到现在 你在英语当中 搜这个A Thousand Wands 没问题 很多 也有电子游戏 也有小说 也有文章 这就完全接受了这个错误的语法 这叫什么 约定苏承了 原来以为是错的 后来不叫错了 美国的同学 谁要不服的话 你小孩做作业 你故意让他去用这个A Thousand Wands 看看他老师接受不接受 不接受的话 让他来找我 这就是你看看 美国的一首诗歌 被一个日本 等了好多好多年之后 被一个日本的艺术家 受到灵感 翻成日语 谱了曲唱 达到某种程度 活了一阵 韩国人从日本的歌曲当中又受到灵感 把他转成韩语 韩语夸拉 韩国人喜欢追风 都在唱 韩国大红了一把 这韩国一红 引起了新西兰的艺术家的注意 人新西兰又从韩语当中翻成英语 注意啊 他没有用原来的英语 他是从韩语 因为韩语已经有创造 有加加减减啊 又从韩语翻成英语 一唱一眼红了 你看这个 丰富了英语啊 丰富了美国文化 这就是 这就是全球化啊 这个globalization啊 通过艺术 互相之间有影响 互相之间有启迪 这个日本和韩国和台湾 他有一个优势 他看到英美文化当中的 真正的好东西 那他一点没有障碍 他马上拿来啊 马上拿来 咱中国大陆的艺术家 在这方面还是羞羞答答 磕磕碰碰 莫名其妙啊 你看这首诗歌 我有这个感慨啊 中国人好像还没整出艺术歌 还有一个曲子也特别好 那个燃情岁月 有一个电影叫燃情岁月 也要好几十年了 老电影了 那里边的有一段音乐特别好 好到什么地步 我有的是心情不好啊 那或者是 我把那个歌 那个曲子一放 我立即热血沸腾啊 那个电影非常好 那个电影是反 表现了这个 二战之后 美国大兵回到祖国 是二战还是一战啊 反正是某一场重要的战争之后 美国一个农村青年 描写的是边缘农村的故事 一个农村青年回到 他有三兄弟都去了战场 我想起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三个兄弟上了战场 其中一个兄弟死在那战场上 另外一个兄弟 就两个兄弟两个回来了 一个回来到芝加哥当教授 大学教授 当律师 就是混入体制内了吧 另外一个最小的家伙呢 是Brad Pitt演的 野小子 回到原来农村 跟一个印第安人的女孩谈恋爱 后来呢 家里受到了贪官无力的欺负 政府官员到他家 也不是怎么回事 是抓他呀呀还是怎么着 最后他跟他老爹 抗暴啊 他老爹也是个特别牛的一个人 我是个老爹身体不好了 已经残废了 他老爹是Hopkins演的 那是大牌的国际影星啊 那是真会演啊 最后那个镜头最让人看了之后 最震撼的是 他这个小儿子马上就被抓走了 就被政府的警察给抓走 陷害嘛 他老爹大好一声 一转头 他这个头一变开 老爹那个枪 一枪就把那个警察给打死了 打得脑僵崩裂啊 哇塞 所有的观众看到这个镜头都会热血费腾 感觉他正义终于得到了伸张 就像那个杨家 首任上海警察一样 那种快感 那种啊 那种欣赏的那种愉悦啊 那就是电影的魅力啊 那个曲子经常出现 后来他那个燃情岁月的那个 那个曲子啊啊 各种中央电视台的节目也经常用人 那个曲子 我一直鼓励 我认识你当中家里有小孩去唱歌的 我说你你把那个曲子 你给他写个词 你把他唱出来 啊 你给他唱红了他 我至少跟三四个人说过啊 他说好好好 这么多年下来就没有一个人能做成这件事 那个曲子是绝对是超越文化 超越任何人只要爱音乐的 一听马上就会觉得哇好音乐 这么好的音乐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给他填个词 把他做成一个曲子 一个歌曲把他唱红呢 我理解不了啊 行 咱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吧 来了这么多人啊 老三说 我想看老李要决斗文贵的视频 文贵已经坐牢去了 他已经接受自三阶级的铁拳的这个惩罚了 大皇帝讲啊 我刚才讲的是电影《燃情岁月》的里边的那个主题曲 那个曲子是一流的 特别激愤人心 当你压抑的时候 心情不好的时候 听完之后 你立即就好了 那个曲子特别适合一个牛人给他填个词 把他唱出来 当然不是一般的词啊 那必须得是滚滚长江东市水那个量级的啊 那个满江红那样的啊 岳飞那种词就是特别豪迈 能够是流传于是的那种词 才能配得上那个曲子 谁把它唱出来 绝对吃一辈子 没有人做得成 奇怪啊 假说上海万圣节以搞笑形式控诉中共 对 这个万圣节所表达的这个道具 穿的这些奇装异服呢 主要是为了激发你的恐惧 你看他穿的是骷髅啊什么的 中国呢 他们就把无参机专政啊 修理人民 镇压人民 迫害人民的那些常用的行政 包括这个啊 测核酸呢 把这个东西都给做成道具穿上了 挺好 效果很好 这带有比较强烈的政治意涵 因为这个 这种东西在美国比较少见 在美国比较少有政治迫害 所以平时都是用一些骷髅啊 弄一些怪兽啊 做成这个衣服 做个投诉啊 用这个来 来吓唬人啊 你只要能把 你一个邻居家 你敲开门 你把里面的主人给吓住了 规矩就说 玩法就是他必须得给你 丰厚的礼物 这是这是美国的玩法 不能怪罪你啊 绝对不能怪罪你 季红然说 吊丧 是现在留存最隆重的礼节 哎呀 真正吊丧的这个文化 咱们中国是最讲究的 一个君子必须得懂这个东西 要会 孔子年轻的时候 身体好的时候 他有的时候 捞个外快啊 就是给人家主持丧礼吧 很讲究 这个吊丧哭丧 这是我们人类 最重要的社交内容 笼络感情 是个好事啊 特别好的一个东西 结果到了习近平这儿 非得给 李克强总理的这个 调研活动 制造种种障碍 他还想很快 就把尸体火化 不明不白的 把这个证据销毁 非常可恶啊 习近平绝对是国贼啊 难怪郭文贵发明了一个盗国贼 习近平最大盗国贼 温家宝 温家宝活着 胡锦涛也应该还活着吧 没有公布他的死亡吗 我这发一点感慨啊 今天有人啊 有个朋友让我评价一下 西湖有一个大学 叫西湖大学 说那个校长是个著名的科学家 让我评价评价 他我说这个人我知道 我不了解他 他跟我是一个专业吧 跟这个生活经历都很接近 我这个西湖大学 我也没见他办出成果来 我后来就思考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一个什么样的人 最适合于当大学校长 换一个说法就说 一个人要想当大学校长 要想干得好 必须具备哪方面的优势 谁能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我当然是依他 依那个西湖大学的那个老兄 他的事迹做参照 不说他了 不是和他没关系 我跟人家无缘无仇也不了解 对他了解不够啊 咱就说泛泛而谈 比如说我们北京大学的 当一个大学校领导 碰到一个小伙子叫 这个李克强 学习也不错 都很好 各方面很好 学习也不错啊 然后长相也很好 性格也好 勤快也听话 毕业了 我劝人家 留下来吧 同学 李同学留下来 我栽培你 这个搞正宫 做团委书记 我推举你当到团中央 李克强听了 信了 后来算是最成功的吧 当上了国家的二号人物 国务院总理 你看现在今天 被人家不明不白的 68岁就给弄死了 所以我今天看了这个 他的太太 他的遗孀 我差一点没落泪 太难受了 这老太太怎么过 你说以后 守寡了 那我假设你是这个大学校长 你是这个大学校领导 是你当年动员 李克强走这条路的 那我得采访采访你 请问你今天有什么 反思吗 如果还有一个年轻人 站在你的面前 大学毕业了 或者硕士研究生毕业了 面临着找工作 决定自己的职业方向 你对他有什么建议吗 你认为当年那个北大校领导 给李克强出的这个主意 对还是不对 他今天要不要忏悔 他今天假设再碰到年轻人 向他请教职业方向的时候 他会给出不同的建议吗 这是我思考的问题 我有答案了 但是我在这 咱这个节目时间有点长了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 在这再占用时间了 我把这个答案 用文字的形式 就是把它贴到这个留言区 让大家看文字思考 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谢谢大家参与 另外请注意 我这个节目下面的留言区 经常有一些我深思熟虑的思想 文字记载或者转贴别人 或者是特别重要的文献的索引 你一点击就能看到一篇很重要的文章 这个是千金难买的 这相当于一个博士生导师的量级的人 在这辅导你读哪些东西 这是在今天信息爆炸碎片化 垃圾信息淹没人 这个时代特别珍贵的一个 一个学习的起点 我是认真做的 结果我这两天还他妈的受到了警告 受到了油管内部给我的警告 这个我得让大家看看 我老说油管内部的小粉红给我捣乱 你们不信 我今天让你看一看 他还给我警告 说我在这发的东西 对人家构成了骚扰 我操这他妈笑死人 这不是一般的荒唐啊 这是相当的荒唐 对人家构成了骚扰 他说我骚扰人 荒唐 大皇帝说 你现在的思维方式是西方的美国人的思维方式逻辑了吗 你有没有完全笼入美国的白人社会 我把这个答案留给你思考一天 明天再说 谢谢大家 咱们先聊到这 咱们先聊到这 不知道他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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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高手在民间啊 高手在民间 咱们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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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再见